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平時我通常都是走這個休閒風 今天想突破自己走一個輕熟的風格 輕熟風這件事都蠻欺人著的 一個不小心就會很顯露 所以今天想挑戰一下自己 如何可以做到顯成熟一點 又完全不顯露 今天用到的單品大家都一定負擔得起 不會用什麼名牌 全部都是小資女可以買得到的東西 全部都會放在info box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讓我介紹一下一會兒會出場的兩個手袋 這次很開心收到Mavrik & Cole寄給我的兩個袋 分別是Artemis系列的迷你斜背袋 同一個Artemis系列的多用斜背袋 其實這個系列有分正式和雙色 我自己就選了這個雙色 除了多了設計感之外 其實他們都很實用的 這兩個手袋其實都是有兩層 然後有一個小暗格在後面 可以放到貴重的物品 它的長度是絕對足夠放到一個長銀包 我放個電話給大家看一下 是卓卓有餘的 放完電話之後還有極度多位 所以如果出場想帶什麼東西的話 這個袋其實是很大 甚至一把迷你的縮骨傘 我都可以放進去 它是有兩種背法的 除了這樣長帶側背之外 還可以把繩這樣調校 可以上薄這樣背 而小的迷你斜背袋 你打開除了有兩格之外 後面有一個暗格 前面還有三個卡位 所以其實我平時要帶出外的東西 這個都已經足夠了 我放了iPhone 一樣試給大家看 是放得下之餘 其實它還是有其他位置 可以放過卡套達 然後鎖匙 然後搓手翼 然後口罩小的那些套 全部都放得了 所以是非常方便的 它除了有一個長的鍊 可以側背之外 還有一個手扔位 所以你可以拿著也可以 或者是放上手臂也可以 有時候不想背著的話 也有另一個選擇 今天我會配搭四個不同的穿搭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還有今天片尾也會有Give away 所以千萬不要錯過了 第一套就是我身上這件黑色上衣 配一條長徑牛仔褲 其實想走這個輕熟風 最簡單就是運用黑色衣服 就會給別人一種成熟一點 穩重一點的感覺 如果不想太過成熟 就可以選擇這類型 例如大方嶺 或者是有些孔孔設計 看上去有一點性感 然後我會選擇一個比較短的衣服 看上去比較年輕 不會太過穩重的 還有我會用一點點綴 一些閃閃的雲石耳環 金色的頸鏈 去做這個配搭 就會被人覺得 你成熟得來 黑色沉飾得來 又不會太過成熟 還有這個包包 是有一個阿麻中和橡牙白色的配搭 整個調味就會更加快 整個感覺都會跳脫一點 第二套就是我身上這條白色 哇哇妝連身裙 其實這個成熟輕熟風 不一定要穿得很正經 或者是一些套裝才行 如果你穿白色的裙子 你配搭得宜的話 都可以擺脫了小女孩的感覺 然後做到一個輕熟的度假風 我這次就配搭了這個 迷你斜尾袋 還有我不穿波鞋 不穿波鞋 就改為了穿一個方頭的布 顏色都會比較沉 穿個深啡色的話 看上去就會有一種輕熟的度假感覺 這樣就不會是小朋友去旅行 我這次的衣服 第三套就是這一類型 由春天輕到夏天 再到秋天都還在出的 這些窮飾系 兩件的套裝 它們的質地 是比較屬於針織的質地 上身衣服是偏米色 下身我會配上一條 也是針織的 又坎紋的長闊腳褲 看上去就會讓人感覺輕鬆隨意 但又不是隨便套衣服就下街 然後我穿了SUPERGA的這雙小白鞋 它的細節位就是 那些扣是玫瑰金色的 所以比起其他的小白鞋 又是有一種比較成熟的感覺 但不會失去隨意感 我自己也很喜歡這雙鞋 第四套會比較女性 就是我身上的白色Lazy衣服 我最近也很喜歡 因為它這些扣扣位 就會被人感覺上沒有平時Lazy的 那麼成熟 或者太過性感 太過正經的感覺 就會擺脫了 下身我會配一條 格仔的半截裙 還有一雙尖頭的高跟鞋 這樣穿 星期五下班和朋友吃飯 真是最適合的了 如果入秋間有少少涼 或者冷氣太冷 都可以配同色系的西裝外套 它有格仔的話 看上去就不像上班的感覺 正經很嚴肅 都會有自己的風格 製造到這個輕熟風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喜歡哪一個風格 然後屬於你們自己的輕熟風 又會怎樣呢 不妨拍一個OOTD給我 然後在IG給我告訴我 今天的所有單品資料 我都會放回Infobox 告訴大家 如果你們對MARFREIT & COMPANY 他們的手袋 是有興趣的話 我都會有個優惠碼 可以有九折 我都會放回Infobox 觀眾福利 當然不是優惠碼那麼簡單 一樣是有Giveaway的 今次MARFREIT & CODE 送出了一個 ITEMIS的迷你斜背袋給大家 就是我剛才穿搭用到的 寶石藍色 配搭橡牙白色的 我會在Instagram 出一個POST 去做這個Giveaway 如果你有興趣 想得到這個多用途 有小效輕便的手袋 都可以去Instagram 參加我們今次的活動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說 我錄兩條身邊 逢星期六鑑三點 和星期日鑑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字幕志愣 緣 字幕志愣 詞比如說